我們今天來製作粒子的效果 基礎的粒子概念 像這個logo後面的背景 很多圓球在飄動 這不需要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慢慢入動的話 不用 你就要做個粒子 讓它噴灑出來 你可以設定粒子的形狀 運動的方式等等 好 那這個是用來介紹 在AE裡面內建的粒子特效功能 好 那我們回AE當中 好 首先先建立一個新合成 這個我們就一樣做720p 10秒 6秒就好了 600 好 那其他的都不變 OK 好 這是一個720p的大小 這是透明度顯示的意思 也是透明度的意思 那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在AE裡面合成全新的都是全透明的意思 好 那我們首先先建一個 單色層 我要做背景 所以這邊增加一個solid 什麼顏色無所謂 黑的好了 好 那這邊介紹一下四色漸層 好 那這邊介紹一下四色漸層 所以這個你可以去調一下 好 這個 四個目標點就是這四個顏色 你可以去改 像這樣 好 譬如說改成這樣子 好 那這個改成這樣子 好 這樣 那就一個單色 這個也要跑這邊來 這樣 那把它調成你所要呈現的色調效果 好 譬如說是這個 你可能有點按左 好像這樣 好 再這個 好 這四個就對應到四個不同的顏色 那如果你搞不太清楚 你可以重設 在這個地方 位置先不動 然後先調出你要的中性色調或是你想要的色調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我們之前介紹的配色網站去調出你要的色調效果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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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個簡單粒子的背景 好 那整個明度 那差不多 看你它同色系 還是對比色 還是它的色像是一樣的系列 好 那這個可以自己去斟酌 再來我們放粒子的話 好 這邊我一樣 一樣要新增一個單色層 因為粒子不能憑空存在 這個特效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那為了做區隔 我先把它的顏色稍微換一下 背景就黑色 然後粒子就紅色 這樣 那什麼顏色無所謂 因為它附著粒子之後 這個色塊的顏色就消失了 你們看到是粒子的效果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粒子叫Particle P-A-R-T-I-C-L-E 這幾個 好 那最早期是這個 Particle World 這個 這功能比較多 還是比較早期的 那這個因為比較多功能比較複雜 所以後面才延伸出第二代 第二代 那這是在背景播放的 好 這樣我們以這個為主 這比較精簡簡單 那CC 前面有加CC 以前是外掛 現在結合進來被 AE的內建功能 我們用 例子系統第二代 好 給它 你就看紅色已經不見了 紅色不見 那這個背景呢 在這地方觀察粒子會不容易 所以我先把背景關掉 好 那我們現在拖動一下 這樣 背景把它打開 就這粒子 因為它的粒子 比較亮 背景比較亮 所以我現在暫時先把背景先關閉 這樣在檢視上 比較清楚 好 那這個我先關掉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代 第一代的樣子是怎樣 好 把它丟進去 第一代呢 會有一個走向 會有一個地平線 會有一個網格 應該是粒子的發射器 然後地平線 這個是第一代 它第一代的功能就會比較多 像這樣 像這些 那這個是第二代 比較精簡 所以 如果你要比較容易上手 建議從第二代開始 好 那這兩個的粒子系統 粒子系統呢 你可以參照我給你的這兩個網站 上面有針對這兩個系統的參數 做了一些中英文對照 跟一些剪圖適應 這個是第一代 那這些功能 你大概在一一的對照 中英對照 所以這不用去實際 但是你要去靈活運用 你才可以調出各種不一樣的效果 這個 連碰撞這些都有 那運算上都蠻快的 那這個是第二代的粒子系統 就這些 好 所以這個重要的單字 就要記一下 如果你有玩過3D 那跟3D的粒子 那些功能參數都大同小異 都那幾個關鍵字 所以把重要的關鍵字記一下 好 那這個是參考的講義 所以在邊做的時候 你在邊對照就可以 OK 好 好那我們回A當中 那首先介紹一下 第一代 第一代 你注意看它的濾鏡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3D圖案 有一個方塊 方塊它代表是3D的物件 3D物件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裡不需要切換成3D 那3D物件需要用攝影機去控制 所以你要先加一台攝影機 才有三度空間的感覺 這個 好 這個我先不改 好那攝影機的快速度切換是C 那雖然是一個平面的影像 但是它裡面的粒子是有3度空間的電話 這個 這個注意一下 這是第一代的好處 那第二代就沒有了 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關掉第一代 打開第二代 把第二代這樣 好我這樣動 我這樣動 動不了 動不了 那第二代沒有3D的圖案 如果你要3D圖案 就要開這個 就要開這個 可是你就看 它只是一個板子而已 它只是一個板子 所以剛才如果你用的是第一代 第一代 你又啟動了3D 那它就 這裡就會警告你 這樣是不能共用的 因為這是假3D 這裡的3D是假的 所以你這樣動 它還是一個薄片 可以理解 因為A是2.5D 2D裡面的3D是平面的 因為它只是裡面 你鏡頭前面看到3D而已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個警告 這個是假的3D 真的3D在這裡 所以這個注意一下 但這個真的3D也只是2.5D的概念 那真的3D可能要到外掛來製作 好 那這個 或是用C4D 好 所以這個注意一下了 好那我攝影機丟掉了 3D模式關掉 好 你看我當我關掉這個3D模式 這裡的 粒子系統第一代 3D就會 正常 那我這個把它打開 它就會 警告 剛剛的史上就在警告這個 好 就注意這個 那這邊看你要不要用它的3D都可以 那這邊我用第二代 你用第一代也可以 但只是插在 你去看喔 那插這一塊 插這一塊 這一塊 你要鼓勵跟 這個就是一些設定 你看一下 這裡 像一些位置 跟這個 中心點 跟它的 這個是 路徑 還有網格 還有它的圖案 水平線 跟圖案 關掉 關掉這樣是不是跟第二代 長的一樣 所以我們對照一下參數 對照一下參數 這個沒有 然後再來第一個是什麼 那個 BIR 那個出生的出生率 然後 Rate Rate Rate就是它裡面的 這個 所以這兩個 就是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 一樣 這是 立場 粒子 物理 粒子 還有那個隨機速度 那它這邊有 顏外是插在這裡 它插在這邊 所以第一個跟最後一個不一樣 其他中間 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這兩個粒子系統的差異 好 那第一個有點麻煩 這個就不要 除非你要在粒子裡面轉3D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不要 好 然後我這邊用第二代為主 所以注意看 加了粒子之後呢 那個色塊的顏色是自動消失的 所以它本質還是透明的 透明的 因為背景關掉 背景如果沒關掉 它當然不是透明的 背景關掉了 所以它是透明的 這個概念要先建立 好 重色一下 如果你有動盪 重色一下 那這樣我們開始認識它的參數 好 第一個是出生率 就是粒子的多寡 好 你可以產生出多少個粒子 好 這個不動 這樣 那空白鍵喔 這邊空白鍵比較快啦 這樣沒有即時 但是沒關係 這樣好吧 好 這樣 好那如果這邊給它 8 這個粒子就很多 那這邊給它1 不要那麼多 這樣 好 這是出生率 粒子多寡 好 好 然後這個是 位子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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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消失 什麼時候消失 這個如果比較 等一下 太少了 這樣 那到這裡就消失了 好 它的壽命 好 如果多一點呢 那很遠喔 那可能到這裡 真的掉了可能到這裡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喔 所以是它的壽命 好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個是 producer 位置 位置 位置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 那我們看一下position 位置 動一下這個 位置 這是低喔 然後這是 Y軸 高低 然後這個是半徑 半徑 水平的半徑 再繞了 沒有繞 左右撐開 半徑變大 好 然後上下半徑 好 那我們動一下 這個都很寬 好 這個 好 所以這是位置 好 物理屬性比較複雜 大概在講 我們看一下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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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是粒子的類型 類型 它現在是線 你注意這一條 這一條 它現在是線 然後是星星 絕對星星 這個是圓球 絕對東西在跳 好 好 另一種 好 這個你在一些 電影片頭的背景上 都蠻常看到的 所以這個可以去玩看看 這裡 好 像這樣 好 那這邊我們大概用圓形的 好 如果你用外掛的話呢 它可以替代其他東西 比如說你把每一個例子去替代成 樹葉 就一點一堆樹葉在飄揚 這樣 好 所以這個 再抓一下 這邊我用圓的 那這樣 好 那如果你用了例子之後呢 它這邊有它的顏色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我們看一下 這裡 這是兩個 一個是原始的 這個 不行 然後再來是 鏡頭的消失 好 那下面就是它的參數 好 你選哪一個類型 下面就是它的 控制選項 那灰色的就是不能用的啦 所以用到 看到黑人就不用 就不用太在意了 好 就大概這幾個 那沒有替代的功能 好 OK 這邊我就挑 這個囉 這個 這兩個都可以啊 都差不多 那這邊我挑 這個 就是鏡頭的凹面體 那這個是 粒子的尺寸 粒子的尺寸 這個是比較深度的 然後這是它兩個的變化 然後這是 透明度 好 這個要搭配 背景 這個顏色有點怪 因為它沒辦法調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漸層去上色 這個我們先不管 那我們先看一下 那現在是這樣 這樣有點寬 然後再我們進入它的物理屬性 Physics 這裡 那這邊有各種的運動方式 這個是爆炸 就這樣 因為我們半徑很大 所以看不到出那個效果 好 這個 然後這個是漩渦 好 這邊也可以去挑你想要的 另一種漩渦 好 然後 這個是 也是 往上的漩渦 這另外也是漩渦的一種 就是火的效果 好 這個再放慢一點 再放慢一點 你會發現很多那種 那個 片頭的背景 都是用這個做出來 把它放慢一點 不要太快 太快的話就質感就沒那麼好 好 你先從這裡去挑一個 你所 喜歡的樣式 然後再減慢它的速度 那這邊我用漩渦 這樣 這樣可能有點快 另一種漩渦 比較慢一點 OK 好 這個 那快慢下面這邊 我們先介紹一下 好 這個 這就是速度了 這速度 是更快 那如果給它0.1 我們再看一下 這樣 就比較慢了 這是 速度 速度的繼承 這是重力 重力就是往下拉 往下拉 這個 好 那這個如果是0.1 那就 就不會掉那麼快了 這東西就變得很輕 很輕 好 這個重力 那如果是負的呢 就往上不要拉 好 這個重力 這是一個 關鍵字 然後大概對照 然後 講義喔 網頁的那個講義 0.1 這樣 好 這是阻力 阻力 它在譬如說 往下掉的時候 會有點阻力 所以它會再更慢 那只是一個抽象背景而已 然後不想那麼多 所以出生率少一點 譬如0.7 不想那麼多 這樣 那只要有馬表都可以輪動化 好 你可以說沒有到 有一次充很多出來 這樣 那再結合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背景 就這樣 好 那個質感就邊拖邊看 然後這個是方向 方向 然後這個是額外延伸的 就是一些也是方向的延伸功能 就在這裡 它比較簡單 OK 好 那栗子是由中間發射 那你可以從 用這個 改變它從左上角 發射 因為它不夠長 所以這就沒東西 如果你要長一點 它是它的壽命 長一點 就延伸到這邊來 但是它半徑不夠大 所以再加大半徑 水平 像從這裡 加大水平的半徑 加大錘子的半徑 這樣 所以中心點有這邊發 但覺得有點怪 你可以改中心點 到這裡 像這樣 好 像這樣子 OK 那這邊我再調幾個參數 這個 重力呢 不要了 不要了 那是這樣子 就直接這樣調 不想重力了 好 那這個的 額外延伸的速度 再減慢 這個 加速也減慢 然後栗子 我覺得有點大 所以整體再縮小一點 然後數量夠不夠多 不夠多 就出生率再加多一點 比如說0.8 然後 然後初始速度 就是 壽命 壽命 壽命0.3 那就好了 大概這樣 好 那一開始是有的 一開始是 沒有的 然後慢慢變有 那你可以把這個 往前拖 這個 起始點在這裡 往前拖 所以一開始就會有 好 你往這邊拖 那後面不夠的 這個 再延伸 因為它是一個單色層而已 好 大概這樣 好 那大小跟速度 你來自己抓 好 再來我要調個色 所以把這個 濾鏡這地方加一個RAMP AMP 漸層 漸層 好 給例子 好 那就給它蓋一個漸層 上面黑 下面白 那這邊你可以來吸 我們這裡的顏色 好 不是劑條 都可以 好 那這樣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那就蓋上顏色 那如果你要單色的話 你就用 Fill 填滿 那就會變單色 這樣 可以給你 有沒有 加上去嗎 沒有 加給它 這樣 就填滿 那你要什麼顏色 就自己抓 那記得它有透明度 所以會有透明上的變化 好 那這邊我用建成 所以建成這邊也會有 顏色 上的 變化 不要那麼深 好 大概這樣 白色 好 大概這樣 好 這樣層次就會比較豐富了 再亮一點 再多了 好 數量再多一點 數量是例子的出生率 所以給它1.2 這樣 好 好 再來我要讓例子加一點光暈 因為這樣的層次變化比較少 所以加上一個Glow Glow 光暈 加給它 那就發亮了 那這樣亮亮的 那這一個的光暈的 玉子 它以亮度為基準 它的大小 好 這是它的強度 大概這樣 好 那如果你要跟底下做融合的話 你可以改變不同的混合模式 比如說是 Add會更亮 Multipart 比較暗 亮度 然後你可以再把 不用Screen好了 都還是很亮 好 透明度T Transparency 減弱 這樣 它會有光暈 有點淡化 這太強了 這樣就好了 透明度再提高 好 那如果你要模糊再加一點高色模糊 也可以 因為它畢竟是背景 我們沒有要讓它那麼明顯 那這個的 強度 抑制 這個也讓它的模糊度 提高 所以這個也可以多去 調整看看 這個 好 那這樣就會 會更 層次會更豐富 OK 好 那例子我們就做到這裡了 好 那這是我最終調好的效果 好 那再來呈現我們要的主題了 好 那這邊 簡單用一個向量圖案 這邊我當做我們的Logo 好 開啟最 安全框 安全框 就是分好兩個引號 Enter旁邊那個 然後我畫一個向量物件 新的喔 所以不選取任何圖層情況下 在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 對準 好 畫的過程 按住 Shift 也是這裡 按住 ALT 再一次 Ctrl 由中間畫 所以現在按住 Shift 跟Ctrl 好 看一下這個大小 好 太大太小 切換到選舉工具 稍微 那這樣 好 那這個我要給它一個漸層 選Bradient Bradient 漸層 一般漸層就好了 就這樣 好 那這個顏色我一樣抓這個色調 但是比較深 比較深 那這個抓另外這個色調 但是比較深 好 然後漸層的方向打斜 來 來 來 有點過深 這有點漢塵 好 這個有點鮮豔 刷蛋 好 來 好 然後打個字 P 點一下 就打A1 A1 好 我們最後一選舉 好 一起換個字體 再擺到一樣的位置 跟調 一樣的大小 好 這邊可能要有字感呢 還是比較粗獷的 可以自己去 斟酌 調整 OK 好 那這邊又加了幾個字 好 這樣層次比較多一點 好 那把這個兩個文字跟向量圖形 預製合成 Precampo 好 這個是 Logo 就這個屬性嘛 就整個翻進去 好 就這個 這樣做動畫比較簡單 那在做的時候呢 我希望再看到這個例子 所以你可以把Logo的混合模式 換成其他的 譬如說疊加 好 譬如說 亮度 亮度 它背景就沒有了 好 那這邊可以再改其他的 好 你可以多去比較 那這個換混合模式 在之前有介紹過 你可以善用 SHIFT加等號 SHIFT加減號 可以快速切換 像 這個樣子 好 SHIFT加減號 你這樣去看 有沒有喜歡的 有 你就用 所以這裡不用去背太多 我只是要讓它變混合之後 再結合例子 呈現在Logo的底色中 這樣的例子 層次變化 這裡 會比較豐富 OK 那再來我們TLogo 錄製動畫 這邊我大概抓 1分多 1分鐘 這個地方 開始錄旋轉 按下 Rotation 好 這我們做2D就好 你要做3D也可以 好 這個Rotation 按下馬表 好 這個是 是 最後完成 所以往後拉 往後拉 往後拉 好 然後在 目前尺頭這階段 是 90度 90度 喔 是 往它這樣 不行喔 不行喔 我剛剛沒有想到 來 重設一下 因為我們要是縱向的 縱向的 你現在只能這樣做嗎 你現在只能這樣做嗎 所以這樣都做不出來 好 好 所以這個要刪掉 好 必須啟用它3D 好 為什麼3D呢 3D才會有 這個 我不要那個 才會有這個方向的旋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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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的效果 所以這邊轉 你要轉這個 這個 也可以 你要轉這個 也可以 基本上這兩個 沒什麼差異 那做起 那一些特殊功能 才會有些變化 好 這樣 那比較單純是這個 好 那我們在 一 秒 多的時候 這個大概在調 我就錄 確認一下 是那個 不是這個 是Y軸 Y軸的旋轉路動畫 這是最終完成的 然後把它往後退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就是 90度 有沒有 這樣沒有 這樣不會看到一條線喔 不會喔 這是因為選取才會看到那條線喔 結果你看我現在把它取消選群 取消選群 因為這個是入鏡 這把他隱藏掉 就會看不到 好 應該這樣 這樣就轉出來 然後後面就繼續停留 好 那如果你要比較自然就淡入淡出 好 好 把這個選取 Easy is 這個 好 預覽一下 我預覽這一段就好了 這一段 好一下0 現在很快了齁 那就這樣 這樣出來 那這樣的速度 好不好 要不要再快一點 要不要再慢一點 再快一點好了 好 不選取 這個 好 再一次 好 0 好這樣 那後面就一直停留了 好 那到後面再慢慢消失掉 再去做剪輯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個整體的部分 整個預覽一下 OK 前面是例子 再鋪層 那再轉出logo 好 開始鋪層氣氛 然後有點慢 有點慢 再往前一點 好0再一次 好 鋪層時間 例子轉出來 好 到後面看你要不要消失掉 再換下一個 也可以 OK 看你怎麼去設計 OK 好 那我們這個A1的 簡單logo的呈現 這主要是來介紹 A1內建的例子基礎 那這個案例就介紹到這裡